國土房庫都設有派南使用花客 尤其在房庫會在時 竟是承認家屬人為他賭命之路 只是有過洗手水都都能親自花客的經驗 花客是不是真的安全 國公教在地方的要求 讓地方人數實在鎮日了解 不過一鎮日 就在門櫥裡面竟然打不開的狀況 李維馬文君對處是拿出高度質疑 排煙跟門 那個壞掉的話 你整個人全部都悶死在這裡 因為你連逃都沒有地方逃 因為你當初 你們剛剛講的已經不是這樣 你說你本來是兩邊可以通的 你現在說那邊不可以通 因為一般民眾 大家跑進來躲的時候 其實那緊急狀況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先想好 希望你人是在這個方面不要亂跑 亂跑 因為你不知道外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雖然從這邊進來了 打比方你從這邊進來了 你不知道那邊的狀況怎麼樣 車子有沒有通話什麼 萬一床出去 這個時候救援人員可以進來 國公教的改水跟原先 向大家的說明是說法不一樣 這問到底是原先的入處設計 還是出現過中 國公教依實在操作 希望發解大家的疑慮 我剛才鎮住是鎮 是把它鎮住這樣子的 我為了從裡面可以開 我為了從裡面可以開 我才特別這樣鎮 聽到這個不管在任何角度 它都可以 如果是錯誤的觀念 或者說你在救援有疏失的話 那就更嚴重了 就壞掉是瘦而已 我覺得這是基本的啦 因為剛剛跟我們講的 不是完全不一樣 我就跟你們 就打開踏車沒有人會衝出去啦 國公教依實在來 又是百歲明 完全就是設計只能進入 不能出去 不過馬門軍要是對處優秀儀儀儀 馬門軍表示 不管是設計入處 還是出現過程 國公教不可以以自己的角度 來賓國安全設施 發生經濟災害時 每個都先跟經濟相救動作 只要有一個出門 在傷害就非常大 逃生的方向 逃生的方法 以及最安全的救援 我相信 希望高工局 就近來做討伐的因應 也希望跟社會大眾做一個說明 也可以讓大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要求在這部分 希望它的設備也能做得更好 更保護大家的安全 地方要求利用恆宜的維修通道 作為經濟派蘭通路 國公教卻認為恆宜的設施 已經有夠應付經濟狀況 但是只有一個派蘭外契 使用和選擇 就出現如處令人議論的問題 地方要求國公教 對恆宜國道水道的經濟派蘭設施和選擇 需要做一個通販檢討 接著恆宜先採訪報道